! 好嘞! 你... 現在我們在車子裡面的內部 我就拿小米的 空氣檢測儀 然後先看一下車子內部的 PM2.5 現在是正常的指數是7 然後 TVOC是0.77 CO2是659左右 好 接下來我要做一個實驗 就是在車上抽煙 抽個幾口 然後你就看一下數值是不是標高 接下來會打開這台BORCH的空氣清零機 然後看一下它車子的指數多久會降下來 好 那我們就現在開始點驗來抽吧 我們就抽到它標高為止 開始高了 18 38 135 246 277 272 299 320 360 6 我們就抽個一分鐘 事實上這個數值就會馬上標高 你看喔 在車上抽煙的數值就是會這麼高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煙源離開來 然後把空氣清零機打開 好 現在BORCH打開了 我們看它多久會降下來 BORC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馬五,然後七人座的 面對這樣子大型的休旅車啊 它可以發揮這樣的效果 其實是蠻令人滿意的 而且因為我現在是為了測試 所以我把車子的 裡面的冷氣都關掉 那如果加上循環的話 它的空氣清潔的效果應該會更好 那以上這個就是在 七人座的馬五 然後做抽煙的空氣清淨機的測試 那我使用的是這台 Volge 車用空氣清淨機 那它不只是在車上可以用 同時具備點煙器跟USB的供電 它不是採用那種光觸煤 而是它是採用四層的活性碳濾網 所以它連味道都可以清除 好,這台是Volge的空氣清淨機 我是雲霸,謝謝大家,掰掰